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要财财经台 和大家一起看昨晚美国股市的表现 看到纽约股市下跌 能源股被沽售 另外早前升幅较大的股份 也看到投资者锁定利润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没有升跌 就收报12807点 必准普尔500指数跌4点报1356点 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22点报2841点 另外看港股在美国预托证券的价格方面 是普遍偏远的 汇控折合本港的收市价升了0.22% 收报84.57元 中石化跌了0.06% 收报7.65元 中国联通跌了0.1% 收报15.78元 中石油跌了0.04% 收报10.96元 另外中海油方面跌了0.19% 收报19.09元 中移动升了0.1% 收报71.35元 中旅方面跌了0.09% 收报7.16元 而国首跌了0.07% 收报27.48元 另外欧洲股市方面 三大股市都是个别发展的 英国富士100指数 收市是6,082点 升了12点 而法兰克福德斯指数跌26点 收报7,500点 巴黎克指数跌11点 收报4,096点 另外看油价方面的情况 国际油价是下跌的 市场关注银价急跌 以及美国燃油需求有减弱的跡象 纽约6月期油收市跌了2.47美元 收报111.05美元一桶水平 而伦敦布兰拉特旗油就跌了2.67美元 收报122.45美元一桶 看看金价表现 外围金价下跌 纽约期金跌超过百分之一 最主要是受到旗银的价格急跌一成拖累 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 一个星期之内 已经三次上调期银的保证金 令到交易成本增加近四成 触发大规模的沽售 也拖累其他商品价格下跌 纽约6月期金收市报1540.4美元 跌了16.7美元 看看汇价表现 欧元汇价持续靠稳 对美元曾经去到1.482 葡萄牙获得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提供780亿的欧元援助 对欧元汇价有正面影响 看看汇价走势 港元7.7676 1元81 欧元1.4828 英镑1.648 瑞浪0.861 加元0.9524 澳元1.0857 柳元0.7995 另外看国附债券方面 10年期的支息率是3.25厘 而30年期是4.35厘 另外看看市场的消息 内地的传媒报道 今个月人民银行 可能会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因为近期的外汇资金仍然大规模流入 报道说 4月份人民币不断升值 当月新增的外汇佔款额 可能已经达到4000亿人民币左右 这个时间 加回Elita 继续看环球股市的情况 谢谢Licole 先介绍我新美嘉宾 就是来自我们要材证券 研究部的高级分析员 直耀辉先生 Stan你好 不如说一下亚太区 亚洲区方面的通胀问题 昨天看到印度大幅加息 到7.25厘 其实都超过大家的预期 昨天中日行的财长也发表联合声明 表示正在警惕通胀压力 商品价格上升和资本流动等方面 通货膨胀压力 其实亚太区也看到了 南韩之前都不断加息 去抑压通胀 说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大家看到 正如Elita提及到 印度方面 昨天有个大幅加息的情况 基本上这次加0.5厘 比市场预期0.25厘为高 看回印度这次加息 已经是上年3月 连续第9次加息 基本上虽然有个息率 已经到7.25厘高 但相比国内的评估 通胀方面 预计到今年的10月份 通胀仍然会持续在9%以上 意味着通胀的情况 仍然比较严重 当然 现在印度和新鸡羊 仍然是高增长的经济体系 但见到你说 印度这方面 现在加息方面 基本上都算是挺重招 反映出来 其实国家 大家都明白 如果加息的话 变相都会压制 压制 经济增长的情况 所以今次这样做 大家都预计 所以很明显 印度的情况 是先保住民生 和避免通胀出现 人人引发更多泡沫的情况 宁愿牺牲经济增长 在这方面 亚太区这方面 其实是在金融海啸之后 支持金融海啸之后 一些流动性强的情况下 见到很多商品价格 都是一个推升的情况 见到各地的资金泡沫 在续续形成 虽然对亚太区 尤其是 例如中国、日本、韩国 都很积极地面对这个问题 当中见到我们在中国 见到上次4月份 3月份 通胀已经有5.4% 其实这个数据 比官方 对今年4%的目标 都高很多下 大家见到通胀的数据 基本上在4月、5月份 仍然保持在5%至上的水平 所以短期内 我觉得通胀问题的挑战 其实相当大 在其他亚太区的国家 基本上都是 不断面对着高通胀的情况 没错 看回近期 中国方面的通胀问题 我想全世界人都很关注 3月份内地的CPI 就有5.4%高 32个月以来是新高 估计4月份的CPI 都会在4%以上 但见到近期 那些蔬果 蔬菜的价格 轻微回落 你觉得食品方面 食品价格的涨幅 可能会回落 但其他方面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其实也是 因为看回 例如刚刚说 第3月份的数据 其实见到CPI 一些非食品价格 其实那个上升程度 基本上都超过2008年一个最高的水平 反映就是 除了一些基本民生 比如说食品价格方面 一些其他方面为除外 其实见到其他一些价格 基本上都是不断在攀升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 因为看回今年 其实见到CPI的计算方法 那条程式 基本上都有些转变 比如说住房 一些开支方面 其实是商业调高了 所以变相见到 即使食品价格 这方面可能有回落的情况 出现了 但这方面坦白说 我觉得是关于限价的情况之下 可以出现这个情况 但始终你为CPI仍然处于 比较高的水平 比官方的目标 比较高 比较高 所以预期如中央 人行方面 会不会有些措施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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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5月份 还有可能会上调 薯物金融这些行动 或者加息行动 其实我认为 应该机会都相当大 好 昨日人民银行 亦发表了第一季度的 货币政策报告 蝙蝠讲关于通胀问题 都挺多 报告就说 受到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 持续宽松 和世界经济逐渐复苏的影响 国际的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升 全球通胀的预期明显上升 亦令到中国的输入性通胀压力 进一步加大 随着经济增长的势态 进一步巩固 价格较快上涨 已经成为中国面临最突出的问题 之前大家都预期可能刚刚那个假期 就会有些加息的行动 我想要 其实它的子弹你觉得还有多少呢 我想不是真的很多 坦白说你的子弹有多少呢 我觉得还有很多 因为最主要就是 其实你说暂时已经见到 基本上就 法国地方有些人行方面 基本上都是以稳定价格 或者是稳定通胀为优先的行动 所以基本上你说 比如说加息加全球通胀压力 我觉得还有其他政策可能会用到 但问题是 都可能要等一些 法国人行方面 一些最新的报告 才会知道那个情况是怎样的 但我想你预期就是 未来不断加新 不断加全球通胀 这个趋势会持续下去 好,谢谢Stanley 我们都休息一会 转回来又开始这样的环节 看看恒指 今天是低开50点 23,582点 而国企指数就跌39点开始 13,066点 而期指方面 是低水276点 23,307点 跌86点 不如待会和Stanley聊一下 五月份一定要买货 稍后再见